竹林七贤 单纯就这四个字 也有不少说法 为什么叫七贤呢 有人考证过啊 因为孔子曾经讲过 在乱世当中啊 贤人躲避呀 有三个层次 最高的层次是避世 也就是找个地方隐居 其次呢是避地 找一个安稳的地方啊 住下来 最差的呢是避色 就是避开那些不好看的人的脸色 我跟你们走的远一点 这是三个层次 像这么做呢 有七个人 像博仪啊 舒奇啊 等等都属于这类的人 所以大伙想到这一点呢 就把他们定为竹林七贤 因为当时啊 跟着大家一起游历的 不仅这七个人 像吕安这样的人 跟鸡康啊 软吉啊 也经常在一起 也是很要好的朋友 为了凑制七这个数字 所以呢 叫做竹林七贤 重点说这几个人 您看看 不仅七贤背后有讲究 这个竹林背后也有讲究 我们现在听来 竹林七贤 你就很舒服 如果不叫竹林 咱们叫柳林七贤 你听着就别扭 柳芝嘛 比较柔媚 它不适合形容君子的风骨 如果说叫松林七贤 这就显得有点太硬了 没有那种儒雅的气质 如果用桃李来表示呢 这应该是老师啊 桃李不言 夏字成熙 桃李满天下 如果说起梨园 那就是戏曲界的老祖宗啊 所以这个植物啊 也不是随便安的 竹子对于知识分子来讲 这就是自己风骨的象中 未出土时先有节 吉林云处尚虚心 我们看正板桥 当宪令的时候什么样啊 牙斋卧听萧萧竹 仪式民间几鼓声 一方面是听取民生民情 另一方面呢 竹子在身边体现我的风骨嘛 所以老话说的好啊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虚于不可离开竹子啊 无竹令人俗 无肉令人瘦 要想不俗也不瘦 您就多吃损烧肉 这都是老理啊 当然了 在学术界呢 还有不同的声音 有的学者提出来了 说当年出土的一些画像砖 画这个竹林七弦的时候啊 都没画竹子 而是画各种各样的树木 实际上竹林呢 是对多种树木的一个代指 但凡是草本生的植物 他都认为是竹林 还有一种说法 是大学者陈英克考证的 他说这个竹林呢 不是来自汉语 而是来自佛教 佛教呢 在西汉的时候传入中国 等到东汉末年 魏晋时期 竹林这个概念呢 慢慢传入中国文化当中 这才出现了竹林 这种说法肯定是比较牵强的 虽然佛教当时已经传入中统了 但是他的影响力 跟中国文化的融合 远远没到那个程度 竹林七弦所提到的思想和文化当中 没有任何提到佛教的地方 所以陈英克提出这样一个说法 并不被大家所广泛接受 那么这七个人被广泛接受的什么呢 是躲避曹家和司马家政治斗争 因为他们对曹家和司马家都是非常厌倦的 另外呢 他们对司马家族啊 也是比较痛恨的 觉得不愿意跟他们同流合污 这一点呢 是完全值得上去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七个人的立场和所处的环境 是有很大区别的 环境最险恶的 实际上只有姬康 为什么呢 姬康呢 是老曹家的女婿 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司马家当政之后 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 这是很正常的 而其他的六个人呢 跟司马家也没有什么仇啊 而且司马家执政 对他们影响并不大 你像王荣 当时十几岁的年纪 家里呢 郑受朝廷重用 不管你是谁 都要给我们狼牙王家一个面子 他为什么要惧怕司马昭呢 完全没有必要嘛 而且像山涛 他是司马家当政之后的受益者呀 为什么这么讲呢 山涛跟司马昭是表兄弟 他们两家是有亲属的 山涛从小啊 就有志于在官场上有一番作为 但是啊 一直没有太大的机会 当一些小官吏 他妻子啊 经常就说的 这么多年了 也没混个太大的官职 也没什么大出息 结果呢 山涛就跟妻子开玩笑 说你别着急 将来等我发达了 当了大官 就看你配不配上这个官夫人了 山涛很早的时候 就托人给司马仪带话 说你看看 考虑考虑我们老山家 毕竟是亲属嘛 司马仪当时还嘲笑他 说你看看 老山家这么样一个小姓 也不是世家大族 能有什么优秀的人才呀 还嘲讽过他 在这种情况下 司马家发达了 对他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他怎么可能反对司马仕政权呢 在当时司马仪和曹爽之间 争权夺利的情况下 司马仪突然说 我称病 我不上朝了 我身体不好 结果呢 很多人都相信了 但是山涛啊 特别聪明 非常敏感 他跟同事啊 石剑一起出差 在路上啊 他就反复考虑这个事 把石剑摇醒了 他说你怎么还有心心睡得着呢 石剑说 我怎么睡不着啊 你想想司马仪称病不愁 意味着什么呀 石剑就讲了 他说这有什么呀 肯定是曹爽大将军一句话 把司马家拿下了 他就回去养老了吗 这个家族就算完了 这有什么可知的争论呢 他说你真是太不敏感了 糊涂啊 你现在面对的什么呀 就像半马奔腾要过来了 你在铁梯之下 招不保息了 还在这打胡萝卜碎得着呢 不知道你心怎么这么大呢 说完这些话呀 自己赶紧卷铺块钱 先找一个好地方 跟吉康等这些人啊 一起游山玩水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他很清楚啊 我跟司马家有亲戚 现在司马家不知道什么样 反抗一击是很大的概率 双方呢 有火星撞地球一般的碰撞 在这种情况下 司马家赢了 还则罢了 万一老曹家赢了 我跟司马昭是表兄弟 那我还不得人头落地呀 所以我赶紧找个地方 先跑 先躲起来 山涛通过隐居 躲开朝廷这场政治风波 是完全正常的心理状态 包括吉康 跑到山羊地区 他不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吗 但是啊 树欲静 而风不止啊 尽管七个人 想安安稳稳地在这里呀 每天游山玩水 但是很快朝政发生变化了 首当其冲的呢 就是吉康 其中有个导火索 就是著名的将领 钟慧 钟慧年轻的时候啊 非常仰慕吉康 而且呢 吉康是老曹家的孙女婿呀 也是皇亲国戚呀 跟他能攀上交情 对老中家 绝对是有好处的 所以啊 钟慧经常去拜访吉康 但是啊 吉康就不喜欢 中慧 中慧呢 有时候写些文章 想直接交给吉康 你帮我看看啊 这个文章怎么样啊 你要是夸我一两句 我在别人面前 那不是辈儿有面子吗 我这个文章 被吉康所夸过 你看 这多牛啊 但是万一写的不好 吉康嘴下不留情啊 损我两句 我也很尴尬呀 干脆 他就跑到吉康家的院子外面 瞅着没人 就把自己写的文章捆起来 扔到院子里 让吉康看一看 后来呢 也没有下文了 也不知道吉康 对中慧的这个文章 做出什么样的评价 后来中慧呢 又不甘心 专门在吉康打铁的时候呢 过去求见 中慧什么情况啊 老中间呢 也是大观显贵呀 来的时候呢 一朝华丽 前呼后拥 你跟吉康这样的人在一起 他能喜欢你吗 吉康呢 在这边打铁 也不理会中慧 中慧呢 在旁边坐着 也没人理他 特别的尴尬 结果在临走的时候啊 吉康问了一句啊 何所闻而来 何所见而去呢 中慧回答了一句啊 闻所闻而来 见所见而去 你看 双方在云里屋里呢 过了一招 中慧呀 就非常不满意的离去了 这就在中慧的心中 留下报复的影子 等到司马家族当政的时候啊 山涛因为跟司马家是亲属啊 所以啊 主动来找司马师 跟他商量商量 说你给我一个官职 司马师看了之后 非常高兴啊 他知道山涛很有能力 马上就开始重用山涛啊 司马昭在领兵出征的时候啊 非常担心夜城这个地方 因为好多老曹家的人呢 他们要造反了 这可咋办呢 就专门让山涛 在这个地方坐镇 并且交给他一只兵马 结果呢 山涛不负重望 把整个夜城管理的非常好 也没出什么问题 所以司马昭对他信任有加 给他一个什么官职呢 专门让他掌管官吏 结果呢 他把整个官吏队伍啊 管理的井井有条 需要什么人才 我及时能给你补上 而且不收任何贿赂 谁来找他 我都是非常清廉的 我该干什么 就干什么 绝不做出格的事情 不干违背良心的事情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呀 山涛就认为 吉康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才 推荐他来给朝廷做官 结果呢 吉康就非常的气愤呢 专门写了一封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与山剧语言绝交书 他要跟山涛绝交 这封信实际上写得很长 他并不是真的想和山涛绝交 而是充分的表达了他内心的想法 我这个人有七个毛病 根本做不了官 而且我有两个观点跟这个时代完全不同 我这个人呢 是非汤舞而拨周孔 表明自己的心计呀 结果呢 就被中会抓到问题点了 他明确的跟司马昭讲 吉康为什么讲这个观点呢 他这就是影射司马家族要篡曹魏的权 这个人不可就留啊 这个话说完之后 郑重司马昭的下怀 您想想 你是曹家的人 而且呢 你影响力太大了 隐隐然是失灵领袖啊 司马昭非常警惕老曹家的人死灰复燃的 所以司马昭啊 就决心要杀掉吉康 这个消息刚传出来的时候 洛阳城当中有三千态学生 专门上来请愿 说不能杀吉康啊 这一下更戳中司马昭的废馆子了 这样的人能留得下吗 曹氏集团当中的人物 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我必须要杀 所以就把吉康在大厅广众之下给斩杀了 吉康在临死之前 弹奏了一曲广陵伞 最后说了一句 广陵伞自辞而决疑 吉康在临死之前 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山涛 因为他相信山涛的人品 果然山涛把吉康的儿子养大 而且呢将来还推他做官 让吉康家族后继有人啊 当然呢 广陵伞没有最后的灭绝 在中国的古谱 也就是神奇秘谱当中呢 专门把这个古曲啊 记载下来了 到今天呢 我们也能听到广陵伞 广陵伞当中啊 实际上蕴含着一种杀气 传说啊 这是聂政赐韩王的时候 留下的一首曲子 所以这个曲子啊 在当时也有一种不祥之兆啊 其实古谱传下来啊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你看我们熟悉的阳关三叠 未成朝雨一清晨 刻舍清清柳色心 劝君更金一杯酒 吸出阳关无故人 我们今天是读出来的 但是在唐朝的时候 这首诗是能唱出来的 虽然曲谱传下来了 当时到底怎么演唱 我们也无从知晓啊 就像唐朝的音乐 到今天最正宗的 普遍认为啊 是北京的智华寺 能传下来唐朝的古乐 智华寺啊 并不是一个很出名的寺院 但是他这个僧人 从唐朝开始 就口口相传 留下了一个古谱 上一代人口头传给下一代人 等到改革开放的时候啊 寺里的好多和尚还俗了 会唱唐朝音乐的人 都没有几个了 结果呢 寺庙里的长老 费了好大的劲 才把这些伞式的弟子找回来 恢复了唐朝的古乐 这段故事给金庸也很大的触动 他在笑傲江湖当中 所以安排令狐冲和任盈盈 学会了这段广陵伞 也算是对这段往事的纪念啊 如果大家对传统音乐感兴趣啊 可以到北京的知华寺 专门听一听 唐朝时候的古韵和古乐 如果针对汉朝的乐曲感兴趣 听一段广陵伞 能够隔着千年的时光 感受一下 吉康当时的心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